为了迎接新年到来 玉里镇公所在最热闹的玉里国小旧址 还有县政府南区服务中心 玉里镇公所 玉里国小永昌分校等地方四周 布置许多留灯馆装置艺术 入夜之后把街景夜景装点的就像是走进童话世界 而31号晚间还要举办跨年晚会 也邀请了在地社团等表演 还有摸彩活动 请在地南区的民众一起来跨年 为了迎接新年度的来临 玉里镇公所在镇内最热闹的玉里国小旧址 以及县政府南区服务中心 玉里镇公所 玉里国小永昌分校等地的四周 布置许多的留灯馆装置艺术 12月31号将要办理Happy New Year跨年晚会 镇长也呼吁因为疫情的关系 活动前会先帮大家测体温 场内我们进场的观众 进场的来宾都要做一些检测 只要有发烧就不能进场 包括摊犯也不能在场内 摊犯要在场外 活动内容更是邀请了在地的社团等团体表演 以及摩采活动相当热闹 第一奖就是电动摩托车 其他大奖有好几个 也在指令这个机会 也邀请各位跨年 大家一定要来 每一户每一个家庭每一户都有一张多产券 入夜之后将街景夜景装点的宛如走进童话故事 挂在树梢上的流灯管不停的闪耀 或是像提着灯笼满天飞舞的荧光灯 或是像流星雨般的点点飞铺 将玉里镇的龙龙新年气氛提升到最高点 记得高松双预阵采访报道